他是汉民族和汉文化伟大的开拓者之一 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指挥家 为人毛泽东评价封建王朝最厉害的帝王 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256年12月28日 刘邦出生在金江苏丰县 刘邦原名为刘继 就是刘老三的意思 后面做了皇帝以后 觉得名字实在不雅 经当时的文人雅士一琢磨 就改名为刘邦 邦就是新国安邦的意思 青年时期的刘邦在家里不干农活 又没有工作 整天游手好闲 和一群朋友私混在一起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一个标准的接溜子 不过刘邦广交朋友性格 也使他混了一个似水的亭长 平常是管十里地的小官 相当于现在的村长 时间长了以后 刘邦和当地的官吏们都混得比较熟了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了 话说有一天刘邦的母亲在池塘边休息 不一会儿睡着了 梦里遇到神仙 一时间天昏地暗 雷电交加 刘太公就是刘邦的父亲 赶紧跑出来查看 只见刘邦母亲龙颖加身 隐隐有金光发出 这件事不久刘母怀孕 生下的男孩就是刘邦 在一次送服役去咸阳的路上 碰到秦始皇大队人马出巡 远远看去 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 微风八面 羡慕得他脱口而出 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啊 此时的刘邦已经心怀大志了 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创立一番事业 此时秦始皇陵正在修建时期 大量镇压劳工 赋税摇曳很重 百姓民不聊生 各地起义不断 刘邦以停长的身份 为四水郡押送徒役 去骊山修皇陵 徒役们有很多 在半路逃走了 刘邦估计等到了骊山 也就会都逃光了 等到了骊山 也交不了差 所以走到盲荡山时 就停下来饮酒 趁着夜晚把所有的意图都放了 刘邦说 你们都逃命去吧 从此我也要逃走了 有一个徒役说 我们逃走 也不知道去哪里 就跟你一起逃吧 徒役中有十多个壮士 愿意跟随他一块走 刘邦乘着酒意 夜里抄小路 通过沼泽地 让一个在前面先走 走在前面的人 回来报告说 前面有条大蛇 挡在路上 还是回去吧 刘邦以醉 说 大丈夫走路 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赶到前面 拔剑去斩大蛇 大蛇被斩成两截 道路打开了 继续往前走了几里 醉得厉害了 就躺倒在地上 后边的人 来到斩蛇的地方 看见有一老妇 在暗夜中哭泣 有人问他 为什么哭 老妇人说 有人杀了我儿 我在哭他 有人就问 你的孩子 为什么被杀呢 老妇说 我儿是白地之子 变化成蛇 挡在道路中间 如今被斥地之子杀了 众人以为 老妇人是在说谎 正要打他 老妇人却忽然不见了 后面的人赶上了刘邦 刘邦醒了 那些人把刚才的事 告诉了刘邦 刘邦心中 暗暗高兴 更加自负 那些追随他的人 也慢慢地畏惧他了 此时的刘邦 有了自己的一小队人马 在公元前 2009年 秦末农民起义爆发 陈胜 吴广率领起义军 攻占了陈州 金河南淮阳以后 陈胜建立张储政权 公然和秦朝对抗 这时佩宪的县令 也想响应起义 以继续掌握佩郡政权 萧和和曹参当时为佩宪力 他们劝县令将本县 流亡在外的人 召集回来 一来可以增加力量 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 县令觉得有理 便让刘邦的挚友反快 把他找回来 刘邦便带人往回赶 此时的刘邦带有人马 县令想想又后悔了 害怕刘邦回来 不好控制 弄不好还会被他杀了 等于是尹郎入室 所以他命令关闭城门 并准备捉拿萧和和曹参 这两个人听到风声后 赶忙逃到了城外 通知刘邦 他们三个人联系城里面的人 一起理应外合杀了县令 刘邦以前 在当地就小有名气 于是被百姓推举为佩公 领导大家起义 刘邦便假装推辞一下后 顺从民意 设计谈 历赤旗 自称赤弟子 领导民众举起了反情大旗 此时 已经是公元前 209年10月 刘邦已经48岁了 下期继续讲解刘邦的故事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